首先先感謝大家就是不管是留下來還是剛剛進來聽的 各位來聽這場藝術不缺席當藝術資料進入Wikidata 那我先打預防針因為我們等一下其實不會談到非常多 像前面兩場Wikidata相關的工具或是技術 而是剛剛主持人有提到的我們怎麼將藝術資料 和Wikidata彼此之間碰撞的一個專案的經驗分享 那所以就我自己個人剛剛早上一直坐在這一間 然後聽到很多跟OpenStreetMag有關的專案就覺得 大家的專案好像都是在協助解決民生生活一個可能很微小 但是會受惠於很多人的一個面向 那很棒但是我們卻選擇了藝術這個 事實上它並不是民生生活的必需 而且是一個很小眾但是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領域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也可以讓更多的開源人來認識說 到底藝術資料怎麼介入開源以及開源怎麼介入藝術資料的樣子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雨仙 然後是不是比例跑掉了 還好然後變熟沒關係 那這是我第一次參加CourseCup 然後但是我過去其實是多媒體設計的背景 後來去讀博物館學研究所 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是網站企劃 然後也有做過APP的UI的設計 但是後來進到博物館學研究所以後 就包含說畢業之後就一直在美術館的場域 然後參與跟藝術品的保存 還有說一點藏網站相關的專案 那去年九月從香港的一個工作機會回到台灣以後 現在自己是屬於科技藝術保存的一個獨立的研究者 那我一直都很喜歡就是ProOpen這件事情 但是實際的真的介入了開放專案 真的是從門外走到這個 開始有一點介入也是從這個計畫開始的 那所以可能跟台湾有些大家相比資歷是非常淺的 然後我本身其實也不會寫成詩 然後另外現在 在Cocoyo 那個我是Cocoyo 然後我應該要說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維基人 就是我在高中就開始寫維基 然後一直用到現在 那其實 但是我覺得維基跟 等一下要講到維基數據當然會差很多 因為維基基本上就是 你會看什麼書看什麼文字 然後學會怎麼整理 就其實可以做得到一定的量 那我另外一個真份吧 就是藝術大學的學生 但是藝術大學學到後來很崩潰 因為有點太好混了 有這種感覺 然後後來不小心 不小心跪的跪進到北一大後 然後 開始在想說 既然 做維基 也蠻有趣的 在藝術上也 也還是 還勉強活在那邊吧 那看這兩個有沒有結合 那也因為機會 有一下跟那個 維基數據這邊的維越遇到 然後才認知語心 還有像雅民之類的 對 然後才會這一點 然後 還有像昨天 我們一起在新樂園 跟新樂園的 和新樂園一起辦的那個 就是有三小時的那個講座 好那這邊稍微提一下就是 當藝術資料進入Wikidata的一個 比較學術性的描述叫做 藝術資料的結構化想像 以新樂園藝術空間歷史資料為例 那這個title是我們 把這個專案去申請 國議會每年兩期長代性補助的一個計畫名稱 那也很幸運的有獲得補助 所以現在才有機會在這邊 和大家做分享 不全是靠一個志工跟熱血的方式 在運作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對於這個拍頭 到底提給國議會那些 他們可能純然就是來自於 藝文背景的委員們 到底要怎麼讓他們了解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譬如說像是想像啊 然後歷史資料啊 然後他們未必了解結構化是什麼東西 但是 就是有一些比較開放性的一些詞彙 那當初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 重新包裝了一次這個專案 那也是因為透過這個包裝 其實等一下會介紹到 我們其實除了在 利用剛剛前面第一場 阿楓有講到 到底怎麼編寫Wikidata的這個過程 去把新樂園藝術空間 這個實質存在的 藝術空間的歷史資料注入以外 有更多的其實是屬於在地化的一些研究 和去探討到底藝術資料 他在結構化的時候 會是長什麼一個樣子 OK 那從這個計畫名稱 其實就可以看到有兩個主要的組成的社群 那第一個就是新樂園藝術空間 然後另外一個則是共同承辦今天這個一成鬼的 Wikidata台灣的社群 那主要的參與者當然就是那個 坐在前面中間也有出來跟大家講話的文文藥先生 那簡單來說 這完全就是一個跨領域的硬碰硬的專案 然後從圖上大家可以看到 那新樂園藝術空間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呢 它是一個當代藝術實驗的場域 然後裡面會產生很多藝術家的連結 然後這邊所提的多媒材跟多議題 從這個空間的角度來解釋 它是很多的不同的創作媒材 或者是說藝術家所創作出來的不同的議題 那其實從這邊就可以歸納出 當它要進到Wikidata的時候 其實可以結構成譬如說人事實地物 然後是屬於藝術場域會發生的一些常見的事件 那其實藝術空間也應該會藝術領域也常常在提檔案化這件事情 我想不管是哪一個領域都會希望自己所累積下來的一些事件 能夠形成一個檔案 然後主要目的還是希望能夠被別人看到 然後另外一個主題還有 跟新樂園藝術空間自身比較關心的就是 它要邁向它的25週年 25週年慶 所以也藉由這個機會和Wikidata台灣來做一個合作 然後試著去有一些不同的可能 然後作為25週年的一個慶祝這樣子 那旁邊Wikidata的部分我就不再多說 因為前面兩場其實大家都有提到 Wikidata它所屬的一個特性 那比較值得跟我們這個計畫提的是 右邊有提到一個GLAM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在維基媒體協會這種方向 並不只是在Wikidata而已 那它的縮寫全名是Gallery Library Archive and Museum 那這四個場域通常來講是所謂的Social Memory 也就是社會共同的記憶主動去做徵集的一個機構 那為什麼會碰在一起其實最早是發現雙邊的一個問題的意識 然後就像最近好像唐鳳引擴的一句話 就是自己的缺口就是給別人光照進來 就是光會照進來的地方 所以就以新樂園來講 它的缺口或者是說現在一些問題 意思就是藝術空間它的壽命是有限的 那關於這個命題其實昨天在座那邊有 穿著黃衣服的張亞平小姐是新樂園藝術空間的總監 他昨天跟OpenLab台北還有另外一位也是屬於開放文化的 但是開放就是劉彥先生 然後他們有一場對談就是在講我藝術空間 或者是說我所經營的一個社群要收掉了 那不管是因為什麼樣子的現實原因 但是我又希望過去的這些歷史資料能夠被保留的話 那他們針對這個部分有比較多的描述 那再來更現實的成本 也就是網站跟資料庫為運的成本負擔 那這個部分說實話 我不曉得大部分來自資訊背景人 可能覺得這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可能可以找到比較多用低成本的方式去完成 但是對於一個和技術的想像 已經不是這麼完整的藝術空間 然後大家現在都一定要有自己的網站 然後上面要發布各種的資料 那到底我是要架在哪裡 包含說長期的偽運前後台長堂檔票等等的 這些聽起來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對一個本身就不是盈利性質的藝術空間來講 是很吃重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很幸運說 新的藝術空間漸漸意識到這些問題以後 就在尋找一種開放藝術資料的一種嘗試 那就wikidata社群來講的話 那我這邊分享的其實都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計畫成員 所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所聽到的一些命題 譬如說現在藝術資料庫的僵化 那我這邊就不帶特別對出說現在台灣到底有哪些大型的藝術資料庫 可是他們的想像實際上是在技術上或是甚至是結構上都有一些限制的 那包含對wikidata社群以及wikidata社群 以及wikidata社群媒體協會社群來講的話 是國內藝術全開放資料實際上是非常欠缺的 包含說下一個問題則是西方的glam的這個框架 他來到台灣這個屬於中文語系的地方以後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那我記得早上有一場OSM的講座 然後應該是卓騰員科技他們開發了一個we watch 他就可以把譬如說一個描述性的句子 然後把它拆成不同的片段 那他有提到一個案例譬如說有人在上面寫說 他有各級壓出現在某個地方 那他們的系統就會判讀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就會把那段key掉 但是在藝術圈這個事件這個句子其實有可能是make sense的 那是不是當機器試著去讀取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是藝術資料跟長明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大的反應上的一些困難 那我這邊介紹一下我們的計畫成員 主要就是這四位 那雅萍然後Alan還有我跟口哭友 那我不太知道大家平常的一個專案的組成 還有分工大概是什麼 但是簡單來說 我會形容我們這個團隊有點像一般RPG遊戲 最多就是四到六個人一組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技能 或者是屬性或者是職業 然後這個遊戲裡面設定了 你如果有跟你的同一隊的人有合體技的話 他不是一加一等於二 他可能是一加一等於十 可是這個遊戲並沒有告訴我們 合體技的利益到底是什麼 然後也不知道最後會帶我們到什麼地方 會打開什麼樣的寶箱 所以我們是用一種很有機的方式 然後試著去工作 那其實很有趣的是 大家這個圖上可以看到 左上角他是一個藝術空間的主持人 然後右上角文藥他本身就是Wikidata 主要的推動者 那我自己的背景是來自博物館學 然後又有一些喜歡開放文化 然後我也喜歡科技技術 所以至少我對於技術的東西 我不是害怕的 然後剛剛Cogo也有介紹他自己的背景 那就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想說那就把四個人放起來 會看會怎麼樣 那包含我自己也是因為被文藥推坑 所以才不小心的就進入了這個專案 那anyway其實我們從三月run到現在 至少也沒有因為爭吵或是意見固合 就不換而散 那反而是漸漸發現說 我們四個人的專堂其實有彼此重疊的部分 那包含說剛剛Cogo提到 昨天為什麼會促成一個唐豐政委 跟北藝大的關注美術館館館館長 王建王老師的三小時一個對談 那其實也是在我們這個計畫下的框架 然後大家聊一聊 喔有個Costcom 那我們就邀請這些人來聊聊看吧 這樣子的狀況下就產生了 那所以昨天其實最後一個主題也有提到 剛剛跨域性跨領域 或者是說脫離自己的舒適權有關的一個狀態 這邊開始會稍微比較枯燥一點 就是執行的項目到底是哪些呢 因為我們實際上是有拿到補助的 那補助就會有當初跟文化部說 我們最後會要繳交哪些東西很明確的一個KPI 那在左邊的部分就是 新能源藝術空間一個個案的研究 包含說實料的整理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可不可以有一個流程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跟這個同時一起進行的 則是我們辦了非常多的講座論壇以及工作坊 那目前辦的狀況 接下來也會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剛剛我有提到 因為我們不知道合體技能到底會產生什麼樣子的結果 或是說什麼樣子的技能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刻意的 積極的到不同的地圖場域去打怪 然後你可以說這是一個很不負責任 但是我們也非常擁抱一種不確定性的一個策略 像是左邊上面數位藝術中心 然後新空間台北國際藝術村 新能源藝術空間以及摩之公寮 那甚至我們在前一場在摩之公寮邀 要請藝術家陳丁華來的講座 他其實最一開始是希望能夠去台北車站大廳 那個才被禁止大家席地而坐 然後出了一個其他的規定 讓大家可以使用的空間去舉辦講座 那實際上我們也很務實地去規劃了 那如果要直播怎麼辦 然後如果要借場地怎麼辦 然後去問的結果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使用一次如果是全場要20萬 然後如果是使用半場的話是10萬塊 所以我們當然馬上就打修好這個念頭 但是可以想像說其實藝術領域或是藝術家 對於光是今天要辦一個講座 這個場域的選擇或是說方法的應用 就已經是思維的一部分 那跟大家介紹兩場簡單的帶過一下兩場座談 像這個是第一場 叫做你說的藝術資料是哪種資料 那這個是在台灣數位藝術中心舉辦的 這邊插播一下就是 台灣數位藝術中心附近有另外一間很近的 叫做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那他們是兩個不一樣的單位所營運的 然後有一些歷史上的淵源 使得原本在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的團隊 另外另起爐灶開了這個台灣數位藝術中心 但是台北數位藝術中心是政府BOT 然後台灣數位藝術中心其實是民間的數位藝術基金會 所執行的這邊 因為害怕大家搞混 所以稍微克服一下 那我們第一場談的題目為什麼這麼發散 就是其實我們四個人在討論的時候 就已經常常發生一個問題 叫做我們講藝術資料 然後我想的藝術資料跟 跟Alan想的藝術資料 跟他想的藝術資料 跟亞萍想的藝術資料 全部都不一樣 然後這個不一樣就會造成 我們光是在溝通我們的專業要怎麼執行 就會形成很大的困難 然後所以很游擊的第一場我們就找了王柏偉 那他本身的專業是 呃是一位藝術人 然後是比較偏向科技藝術 或是新媒體發展藝術的媒體理論的研究者 也是台灣數位藝術中心的藝術總監 那呃因為我沒有在藝術大讀過 我不會把自己編類為是藝術大學人 但是我記得那個Cocoyo跟亞萍就坐在台下 就覺得很像在上課 因為王柏偉他所認知的藝術資料 呃他從我不曉得哪一年開始 18世紀開始講藝術 然後到當代為什麼藝術資料 會成為當代藝術很重要的一個 呃等於說藝術資料他在當代的這個藝術環境下 他的重要性是越來越高的 然後他就講了大概一個半小時 然後接著文藝就想辦法用一個維基開放 或是wikidata的一個角度來跟柏偉做對談 那呃如果不太知道這個脈度的人一聽會覺得 前面柏偉講的跟Alan講的好像有點斷帶 可是我們透過這個過程知道說 當我們希望藝術圈的人來把資料入wikidata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語彙去跟他們做對談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怎麼把我們希望 雙方所希望達到的一個效果能夠 呃越來越靠近彼此 對雖然不可能成為彼此 但是會越來越靠近彼此這樣子 那另外一場的話我們邀請到的是中國科技大學的教授 呃施正成老師 那他本身是博物館科技的一個擁護者 呃他不太喜歡別人講他專家 但是呃我非常建議大家Google一下這位這個人士 然後你就會發現他在去年開始還是前年開始 就發起了一個他要寫幾千篇的那個文章 所以那時候找施登騰老師一個是思考說到底 到底wikidata他有一種博物館的一個想像 然後在應用端的話會有什麼樣子的一種想像介入 雖然說實際上後來這場論壇對我自己來說啦 那因為是施登騰老師他是Google Arts & Co的一個推崇者 所以他講了非常多那方面的應用 或者是說欸博物館把資料開放到 呃網路上使得更多的更多的平台能夠來直接應用這些資料 做一種線上策展的想像 呃但是呃這個過程包含 呃應該說結束以後施登騰老師他就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那對我們來說是有一種宣傳的效果以外 那他的這個紀錄也被流存下來 然後文藥也根據施登騰老師所寫的東西 然後甚至在會前就開始有了兩個人的對話的關係 呃我不太確定說一般資訊圈人員 是不是習慣用這樣的方式開啟對話 但是呃藝術圈其實是很習慣用一種 喔我思考完然後我寫完一篇文章 然後我很清楚的把我自己的脈絡講出來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知識的分享 好欸我另外講一下好了 就是在的這個空間是在拍當代藝術中心 台北當代藝術館的旁邊的一個很新很新的空間 然後他是由一位新媒體藝術家鄭文欣他自己 築下來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其實都覺得在這種看起來有點混雜 然後好像很容許不是很乾淨或是俐落的一種空間的直徑下 那會促成這個空間的直徑會促成比較多的跨比率的一種討論 那除了講座論壇以外 我們也有去訪談台灣的這三個 他可以是藝術空間以及比較偏向藝術實驗的一個群體 那目前已經訪談完的是ETAT在地實驗 那簡單分享一下在地實驗他是1995年就創辦的一個 有藝術家所創辦的一個實驗組合 但是他在早期其實是有想要做製片或者是做藝術檔案的紀錄 這樣子的一個原油在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Google在地實驗的話 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影音檔案的資料庫 然後其實上面有非常多第一手的錄製了早期的台灣表演藝術 當代藝術甚至是社會運動的一些影像在裡面 只是我們在跟他訪談的過程當中當然也非常關注 他們現在到底怎麼建資料庫啊 然後對於開放的想像是什麼 那他們當然口頭上會說 我們其實這些資料都是開放給大家使用的 但是他所使用的技術本身 他還是會說外面的網站公司是去寫出他們價站 然後因為各種成本經費的考量 影片現在是全部假接在YouTube 然後在Embedded進來的狀況 那這會變成就我自己而言 當我漸漸踏入了開源的世界以後 其實連技術這個層次本身也要是開源的 他才能真的比較具有sustainability的一個開放性 然後另外我們就期待之後 作為工作室跟攝影圖書室的訪談 另外攝影圖書室的話 昨天他的創辦人就是草南兵阿滴也有在Costcock 有異軌所以也有一場 所以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回去翻那個影像紀錄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計畫的timeline 從計畫的啟動然後到右邊是我們 目前為止有辦過的講座 那這個講座的規劃其實並沒有非常有 應該說完全沒有架構 然後因為我們當初寫辦的場次實在非常多 總共有15場而且執行的時間不到一年 我記得應該是寫5月到11月 然後要辦15場我們就掐指算了一下 我們接下來如果一個月沒有辦三場的話 是沒有辦法結案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用一種 我們四個人集思廣益誰可能可以講什麼啊 然後誰又可能可以講什麼的那個方式 來這樣一直接下來的舉辦 那最近接下來會發生的 就是在8月6號會到中立5號倡庫 來進行Wikidata簡介與編輯的工作坊 那也是第一次離開台北市新北市這個區域 那因為透過新內衣術空間亞平的關係 那其實不只是新內衣術空間會遇到 遇到剛剛提到的譬如說要收掉 或是說到底資料怎麼保存 讓大家看到這個問題 那透過新內衣術空間這邊的網絡 漸漸的我們有看到其他的衣術空間 也開始會對這樣子的一種 進入Wikidata的方式產生興趣 好 再來換我 好就大學生報告 好 剛才以前有提到說我們跟很多的單位 然後就是還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合作 那其實 那其實要 其實光 就是在合作方面其實我們就很混雜 但其實如果單純 我們討論說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 基本上藝術圈的方法就是會變得 更把事情變得更複雜 例如說剛才知道以前你們 像這邊通常都會用Data 資料對不對 可是在藝術圈最常用的叫阿凱 檔案 資料跟檔案是什麼關係 這個方式藝術圈就要想 好 然後還有一個叫Information或資訊 就是那個 是比較簡短的 你知道反正就有一規詞 或者DataData 然後這些詞呢 在藝術家腦袋就會開始瘋狂的思考 然後可能A藝術家講A 然後B藝術家講B 然後C色仔講C這樣 這個方式這個方法的討論就很麻煩 但我們還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藝術圈的人 還是比較知道尾T版本是什麼 那他們的想像可能是 可以在我的尾T版本上建議的條目啊 或什麼 但這個分析下來 你可以理解成說 因為Wikidata本身是個比較 新的東西 然後 比較Data 比較不符文本化 就是比較不像文字 文字序數 所以對於藝術圈來說 比較 比較有距離 陌生 那我們在這邊稍微列一下 維基百科跟維基數據的一些差別 然後包括 維基百科大家都知道是文本的 就是比較 像百科全都這樣嘛 就是有段落的句子啊 Data就是比較結構化的資料 這其類 然後他們的一些輸出 跟授權當中的進行 但可是你說 藝術圈比較熟 維基百科 所以他們的內 我靠 這差到 反正 其實藝術圈的資料裡面 要經維基百科本身就很難 因為藝術圈的資料裡面 又會有複雜很多 有關思想的 譬如說 某某藝術家是個左翼分子 左翼藝術家 什麼叫左翼 這個定義本身就很模糊了 他不像是 Data這種 Data 一翻兩翻 所以如果說 我們的方法 我覺得說 會比較像是說 你可以看到左邊 我們最簡單就是 一個展覽出來後 他會有什麼 例如時間啊 地點啊 然後參與一個 成員 然後有哪些作品 那我們用Data Data資料 這是用人名做舉例 就是說 Data資料裡面 我們就列出 這個參與的藝術家 可能在哪個地方 有列出展覽 然後 有哪些作品 這樣的 呈現 然後基本資料 基本一些 那 最靠近那個複雜圖 其實就是一個 期待說 他這些資料越來越多 從新樂園 藝術空間 然後到越來越多的 替代空間 參與的時候 後面的 你可以想像 那個資料的網絡 越來越密集的時候 其實對於藝術圈來說 這個資料網絡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他可能可以分析出一種 藝術史的新的想像 或者說 我們去怎麼理解一個 台灣的展覽發展之類的 但是這時候要慢慢的 我們這是一個 第一步 真的可以這麼講 那我們有找 新樂園藝術空間的實習生 因為他們很辛苦的 幫我們 因為 你知道這是很不難道的事情 那我們有請他們 而且他們也是第一次接觸 Wikidata這件事 那我們就是有 請他們 然後請他們 分享一下他們的 心得 我現在讀的是美術系 我就讀 是捲術系 媒體穿搭設計系 我是法文系的 我只有聽過 維基百科 也不知道 維基百科旗下 還有這麼多相似 卻有不同功能的 維基網站 因為我在搜尋 引擎上面 打Wiki的時候 第一個出現的 也不會是Wikidata 以前沒有聽過Wikidata 不確定 知道維基百科 也許以前 曾經瀏覽過 Wikidata的頁面 就是這位實習 協助新樂園建立 藝術家展覽會的 示威資料庫 完全就是因為實習 經濟單位想要將一門空間 舉辦過的展覽資料 放到網路的資料庫建檔 讓更多人可以使用開放的資料 基本上是先確認資料 是否有建檔過 但通常是沒有 然後因為我們打的 都是展覽活動 所以建立新項目的性質 國家位置之後 舉辦日期重大事件 像是開幕、座談會等等 然後主辦方、參與方 這些都要注意參考文獻 一定要附上來源網址 檢索日期跟語言 我覺得是一些比較基本的資料 就是 不會有太多感性的描述 就是一些比較客觀的 一些資料 從新樂園藝術空間的官網 將過去展覽資料 翻動到Wikidata 一檔一檔地建立起新的資訊頁面 主要負責2009年 當年度的展覽資料庫建立 很幸運我沒有碰到紙本資料 我自己覺得使用起來非常容易 是每一個人不論任何領域都可以輕鬆學會的 也可以根據各個領域的需要 建立適合的資料檔 我覺得很像是在做一種整理或是一種筆記 手工輸入建立資料庫的方式其實很陽純 手工有很知識的標準流程 因為在Wikidata建立項目 有一群一群的邏輯 所以當資料準備不齊全時 就只能讓編輯項目停在一半 因為有條件像新增項目 所以之後如果又要更換資料庫的載貼的時候 應該會變得比現在更有效率 我會發現有蠻多 像是蠻多有名的藝術家 他們卻沒有自己的Wikid資料 因為時間關係不好意思拖到一點 然後現場間有一些實習生有來了 然後再次感謝大家